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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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西南花炒猪颈肉 以下就是今天要用的材料 猪颈肉在街市买回来 清洁干净 清洁干净 大概买了40元的猪颈肉 清洁干净之后 就拿去飞水 飞水的目的 就是将里面的材质去除 一会煮的时候 会容易煮熟 加少许胡椒粉 然后加入半茶匙盐 现在看到上面浮出很多材质 可以拿出来 看到它变了色就可以拿起去 现在将它过一个冷河 接着就可以拿去切片 首先在中间刀切去 里面还未熟 然后把刀45度打斜切去 尽量把它切薄一点 就像这样 接着可以加入调味料 盐半茶匙 少许胡椒粉 一茶匙糖 少许麻油 一茶匙豉油 接着就将它全部拌均匀 大约要半个小时 就可以拿去煮 现在烧热锅 用油 然后直接放些猪肌肉 这个时候可以直接爆熟 就可以了 然后慢慢看到它变了色 然后有点金黄色就可以拿起了 那其实现在的猪肌肉 基本上已经熟了可以吃了 那我们先把它拌起去 接着要处理西南花 将它洗干净 然后撕开去 撕到适合的大小 然后会浸一浸水先 我们现在用热水 直接将西南花煮熟 接着半茶匙盐 再加少许油 再加少许油 加少许油之后 煮起来就不会那么干了 然后见到它转了深绿色之后 就可以将它全部拌匀 接着呢 准备一些蒜头和姜 拍一拍它 整粒就可以了 好似的那样 好似的那样 那就是姜 直接将姜拍扁去 接着现在呢 烧热锅 加少许油 然后呢 将刚才那些蒜头和姜片 放下去 然后呢 将两样东西全部爆香去 放入西南花 首先呢 加入西南花 爆香西南花 然后呢 放一茶匙的盐 少许胡椒粉 再将它炒一炒匀 然后呢 全部炒匀 现在呢 将它全部炒匀 加少许水 将全部材料炒匀 就完成了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西南花炒 煮颈肉了 这道菜呢 是不是很容易煮呢 那大家都看完之后呢 今晚快点试一下啦 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一下小铁 会收到我最新的信息 那我们下条片见 拜拜 我们下条片 在我一边 我们下条片 我们下条片 点减 打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